哈囉大家好,我是雨雨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LINE的使用小技巧 叫做匿名處理或者匿名截圖 你有時候可能會跟朋友聊天 然後你的朋友就說出了一些驚為天人 或者是超級爆笑的話 這個時候也許你就會想把它截圖下來 然後分享給你的其他朋友們 但是你又不想要你的這位朋友 被知道他的身份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必須截圖下來之後 再用畫筆把他的頭像跟名字都塗掉 這樣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 那在之前 Apple的LINE裡面是有匿名截圖 匿名處理這個功能的 他可以自動的幫你把頭像還有名字 換成其他的東西 這個功能非常方便 但是Android一直都沒有 其實到最近我才發現 原來Android也加入這個功能了 那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到底這個功能應該怎麼使用吧 那因為我不知道LINE是在哪一個版本之後才加入這個功能的 所以我們先確定一下自己的LINE是最新的版本 那要怎麼確定呢 首先你到Play商店裡面 然後搜尋LINE 之後你找一下 如果你的上面這個地方寫的是開啟 而沒有其他的選項 例如更新可以按的話 那應該就是最新的版本了 確定是最新的版本之後 我們再到我們的LINE裡面 那這邊的話呢 我用一個我跟另外一位YouTuber的群組來做說明 犧牲一下他的對話內容這樣 那既然犧牲了他的對話呢 順便幫他廣告一下好了 這一位YouTuber叫做小俊哥哥 可是他的頻道裡面呢 他的名字是叫做玩樂小俊 那你們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頻道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順便訂閱一下 也算是一位剛起步的YouTuber啦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來做這個匿名截圖呢 首先我們先找到你要匿名的開始 好 譬如說我要從這個 呃 這裡好了 從這邊 昨天出去亂晃這邊 那我就長按這個對話 之後他會跳出一些選項 然後你就選擇左下角的截圖 這個時候 這個對話他就會變成比較亮的 然後其他地方會比較暗 接著你再找到你要結束的地方 譬如說我要結到最後一句 這裡 然後一樣我把它點一下就好了 於是你會發現 這一段全部都是亮的 其他沒有的地方是暗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左下角有出現一個匿名處理有沒有 把它點下去 你就會發現 這位youtuber他的名字就變成蜜蜂 然後前面的圖像就是蜜蜂了 那像在群組裡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人在講話嘛 那如果說全部都是蜜蜂的話 會分不清楚到底哪一個對話是誰講的 所以其實啊 我再往上一點了哦 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另外一個人 我把它也點亮 好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再增加他的範圍 我就只要再點一下 所以他就會有上跟下這樣子 好 那另外一個人他就叫蘋果 所以從這個對話內容呢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哪一句話是哪一個人講的 但是他不會把他具體的名字跟頭像給顯示出來 接著我們確定好我們要的內容之後呢 你就按下右下角的截圖 那後面還有包含說這裡面包含了幾個對話 你就給他按下去 這個時候他會給你預覽 那這個預覽你去放大的話 你會發現他是模糊的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呢 等一下我們處理完之後 他就會變成清晰的了 那怎麼處理呢 右下角這邊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 現在被我這個擋住了 右下角有一個下載的符號有沒有 你把右下角那個下載的符號 把它按下去 好 按下去之後他會顯示已儲存嘛 這個時候我們到我們的相簿裡面 然後找到LINE這個資料夾 這個裡面就會有我們剛剛儲存下來的那個圖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這邊就有蘋果跟蜜蜂 有沒有 然後整個對話內容就會是清楚的 而且他是自動幫你把一些不需要的地方全部裁掉了 全部就是只有文字的對話內容而已 那像這個東西就非常的方便 尤其是你在截圖的時候 不然的話平常我們截完圖啊 我就還要自己再用畫筆 然後可能要找個畫筆 然後繪圖 然後在那邊慢慢的圖慢慢的圖 然後這樣要圖非常非常的久 所以呢 有了這個東西的話 你只要按一下按鍵 你就可以一次把它全部解決掉 不用像這樣子慢慢圖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方便的功能 那因為之前只有蘋果有啦 那現在Angel也有了 所以就想說 那我就可以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小技巧 其實這個功能好像已經出來一陣子了 只是那個時候好像是有一個無聲訊息的功能 也同時在那個時候測試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注意到它 那導致說我到現在才跟大家分享這個功能 那我在我的頻道裡面還有很多其他關於LINE的使用小技巧 我會把它整理出來 然後把它放在我們的資訊欄裡面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想要知道其他LINE的使用小技巧的話呢 你就可以從資訊欄裡面點進去看 那如果覺得這個影片不錯有幫助到你的話 不要忘記把它分享出去 同時也可以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分享無損於己有助他人 我是雨 我們下次見囉 好有好 we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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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